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一种堪称是这个花园的调色版的繁根 这个花也叫养不死的花 足以说明这个花非常的好养 因为它耐寒又耐热 耐晒又耐阴 还不容易得兵长从 这么好养的花去哪里找 人家都说了能养死它 算你厉害 大家看我的这一盆 它的话这个繁根只有把它种在一起会非常的漂亮 因为它有很多个颜色 我的这个就是里面放了很多很多棚 不是种下去的 是直接这样拿着这个棚放下去的 因为我一直都很忙 没有急着给 没有时间给它上棚 所以大家看 这一个虽然开花了 但是下面的这个枝叶子枯死了很多 其他的没开花的没有枯死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开花它是很好营养和水分的 而我又很长时间没给它浇水了 所以它就出现了大量的枯叶 现在要赶紧给它上盆 这样的话它才长得更快 长得更棒 那样才更好看 现在就去给它挑个盆 这个繁根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然后就是这个大小了 看你一盆种几颗 如果一盆种多颗的话 就选择稍微大一点 能这样把它摆下去 看起来不错就可以 然后就是这个深度 这个繁根它是浅根细的花 所以不要用太深的盆来种 我这么多颗种一起的话 就选这个口径33厘米高16厘米的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繁根非常好养 所以对土的要求也不高 盆栽的话 只要透气排水幸好就可以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通用土来种 我已经在这个盆底垫了一层颗粒物 作为这个绿水层 再把这个土加进去 想买这个土的话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 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些苗脱盆 看看这个羹 看看这个羹 太发达了 稍微捋一下吧 再发达了 这盆的这个花给它剪掉去 干枯的叶子也剪掉去 继续加土 再把这个缝隙的土给它摁一摁 再给它摁一摁 再给它摁一摁 最后再给它浇透水 现在的话看起来还有点乱 然后它不是很精神 等它长起来了就会非常的漂亮 浇透之后再把它搬去缓苗 放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个三五天左右就可以 可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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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